这次扮演的是一个 缉毒警察的一个卧底 开工了 上车 一个角色 但他有两个名字 洛翔和陈墨 他在饰演洛翔的时候 他的那种果敢刚毅的东西 还有警察自带的那种气质 他演绎得非常到位 但是当他在转化成陈墨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非常接地气 非常有亲和力 放租 没有 陈墨这个角色起到的最大的作用 就是用他的身份 重新回到了卧底生涯 他还是想要去完成 五年前没有完成的那个任务 去找到幕后的指使者 然后去实现真正的天下无睹 当洛翔 很辛苦吧 陈墨暗恋苏金竹 然后洛翔又是回避苏金竹的 而苏金竹又爱着洛翔 很复杂的一个三角脸 我认为他在艺术追求方面 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 能看出他的那份认真的性 一 二 三 看这个空间 好像没有紧张 再来一趟 可以吗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没用力 我没用力 我不会遇到特别大的困难 可能就是现场爆破的声音 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 你试一下咱们大眼 真的会整扎眼 这就是一个让演员彼此尊重跟欣赏的一个态度 他不是一个个体 他是一个世界基督警的素人 有人曾经问过我 你为什么要当警察 当警察之前 我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今我站在这里 这个问题就变得好比 我们的对手可以讲 他们有刀 有枪 有很多的心 但每一次一想到 我是一名警察 心中就会燃起一堂火热 继续出小火热 无比让世界产生了裂痕 但我相信 总有一束光 会从裂痕中照射进来 因为你们的到来 我感受到了这束光 变得更加力量